嗆嗆三人行 这个要到要快过春节了 也就算是农历年的年末 一般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关心 我就关心谁能挣多少钱 谁能分多少钱 因为过去来香港有的公司 就是说发13个月的公司 差不多到 13个月算少 你看你干哪样 有的是发14个月的 真的 就是说到最后两个月 到最后这个时间发一笔叫花红 对 你如果是做金融 有的人是发30多个月 真不要脸 这个真不要脸 最近不光我 我所崇拜的美国人民都说不要脸 美国人民 你知道吗 最近对华尔街 齐声高呼不要脸 为什么呢 说华尔街经济寒冬 华尔街的年终奖金 我跟你们说说 我觉得极大的兴趣 咽一下口水 真是 雅虎财经透露 摩根斯坦利公司的CEO 年终分红 4000万美元 美国摩根大通公司员工 预计平均美人会进账 46.3万美元 美国高盛集团 发钱更不手软 预计就在这个时候 平常工资都不算的 向每名员工发放年终奖 大约59.5万 就60万美元 奖金 这个花旗集团的部分经理 近来还感到失望 因为他们估算 今年2009年年终奖 总额大约53亿美元 未能超过2008年的水平 可是你们花旗银行要注意 你们眼下员工的总数 远少于2008年 就这只是算这个 因为炒了很多 炒了很多人 还发这么多的钱 然后花旗集团的创始人 约翰里德 老爷子都不干了 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告诉我 这些银行高管 他们从金融危机当中 吸取到了半分教训 他们根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根本不懂吸取教训 而且美国国府都说了 你那些个吧 政府没援助你们的就罢了 接受政府援助 这些都是接受政府援助的 整个银行的业务 要靠国家钱垫进去 才能不破产的 还分这么多的钱 你说他应该不应该呢 这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 这是他能不能的问题 这两码事 什么意思呢 就我觉得更有趣的是 他们居然能这么干 你们考虑过这问题 就是说你说他不应该吧 但是他有能力这么发 而没人拿他能怎么办 包括现在美国政府也拿他没办法 所有人都拿他没办法 这些机构 其实当初美国政府决定要救他们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 就有个最近两年 大家都常常形容这些大的金融集团 叫做大的不能倒 对不对 就因为他大的不能倒 他怎么会那么大呢 就是因为过去30年来 全球经济开始金融化 那么全球经济金融化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的创造财富的能力 是转移到这些金融行业里面 我们要注意过去几年经济增长里面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确是来自这种 这种产业这帮人 就相当于今天我们在大陆上看到 越来越多做实体产业 做企业的 做实业的就开始不干了 干嘛 炒楼 炒楼 对那所以将来楼这个楼市股市 现在大陆的楼也是大到不能倒 对啊 楼如果崩溃的话 我们的银行系统要受影响 没错 香港就这样 跟楼相关的相关很多产业都会受影响 没错 GDP就会受影响 这是大局 所以它就变得了荒谬到不能倒的地步了 那你想想看 从他们的角度看来 他们这帮人过去 在那个金融业的黄金年代 他们是觉得自己是全世界经济的主要的火车头 是天之交指 他分这个城分这么多 他觉得他很应该 他很值得 好了 那他们整个问题在于 金融危机的起源之一 是来自于他们那个游戏的方式 那个游戏的方式过去是被鼓励的嘛 对不对 那种短线的那种投资贪婪 甚至有欺瞒 然后把有问题的毒再包装一下 说是没问题 在同一个逻辑底下 那么他觉得整个世界是如此美好 如此正常 如此健康 好了 问题来了 要倒的时候 但又因为他真的很大 你政府必须用纳税的钱去救他 对 好吧 救完了他之后呢 他的感觉就是 你们看你们都还救我呢 你都还要救我呢 就更加证明 其实我不一定有错 而且我有问题 你拿我没办法 现在为了逃脱这个危机啊 他们内部都怎么聊啊 咱们赶快 因为他们现在复苏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你你危难之机政府救了你一把 他们说现在我们赚了钱了 赶快把政府的钱还给他完了 对对 完了你管不着了 我还是大鱼大肉分钱 所以说 你知道我 我就觉得咱们不懂经济学的人 就相信一个理 一分价钱一分货 这个世界上有一块钱的货币就有一块钱的东西 但是现在看来呢 你可能只有这么多东西 但是你的钱呢 涨得特别多 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呢 就说说中国人原来不能理解 比如说当年说邓礼君出厂费怎么能那么高 一个无产者工人劳动了一年 买不起一张 邓礼君演唱会的门票来 说不能理解 但是后来我们慢慢理解了 这是明星 有人 大陆有人写评